徐达故意两次放走原地,朱元璋却从不怪罪,这里面有大智慧。 1367年徐达领兵北法,一路是如破竹所向披靡,打得援军抱头鼠篡地。 二年朱元璋建国称帝大明王朝登上历史的舞台,此后,继续对援朝军队进行。 一系列绞杀不过让人意外的,是,徐达两次故意放走原顺帝,将长玉春气的抱跳如雷克朱元璋却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,这又是为何呢? 在北法前朱元璋进行了周密捕捉,在他们逃走后,徐达才带着大军前往杀死原朝廷的监国怀王明正言顺的站, 领了大都没过多久,明朝大军又追到了,上都将上都给为了个水泄不通,但这一次原顺帝又逃脱了,难道是他长了翅膀吗? 当然不是,而是徐达又故意放了他一马在包围圈中,特意留了一个口子连续两次,故意放走原顺帝,是让长玉春大为恼火。 于是上书禀告朱元璋,不过朱元璋却没有怪罪,徐达,因为放走原顺帝是他手, 一徐达这么做的,是,为他统一天下证明的需要,如果原顺帝被捉弱的话如何,处置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, 蒙古统治中原近百年原顺帝的身份是合法的事,正统的在古代君臣观念深入人心,若是造反会被天下人视为大逆不倒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